妈妈推开女儿房门 立刻被吓得瘫坐在地 脸上写满惊恐 从门奉向屋内望去 女儿倒挂在天花板上 满脸猙獰 口中发出魔鬼的嘶吼 为了给女儿驱魔 妈妈请来大名鼎鼎的驱魔人 康斯坦丁 她走进女孩房间 一把扯下窗帘 恶魔是怕光的 又取出几枚圣器 在刺眼的阳光下仔细比对 不同造型的圣器 能克制不同的魔鬼 好 就是她 然后在女孩耳边低语 康斯坦丁将圣器按上女孩额头 很快就晕过去 但显然魔鬼还未离去 她凑上前去观察 她打碎窗户玻璃 将病床移到窗前 又叫别人拿来一面镜子 举到床的正上方 用绳子牢牢拴住 接着警告所有人 一定要全程闭眼 无论发生什么 都千万别睁开 最后她开始念咒驱魔 但偏偏有个大叔不信邪 忍不住睁眼偷看 结果头发瞬间花白 仿佛老了几十岁 康斯坦丁急忙去扶镜子 却被魔鬼趁机抓住 但这时驱魔仪式刚好完成 镜子中映射出魔鬼的丑陋真身 她自恋的笑了 却不知道自己已被镜子封印 被封印的魔鬼 愤怒垂打着镜子 但紧接着被扔出窗外 掉在车头上摔得粉碎 女孩也很快恢复正常 康斯坦丁松了口气 却无意中看到挂在墙上的一幅画 那是命运之矛 传说中刺死耶稣的凶器 显然 这是女孩被附身时化的 这到底代表着什么 康斯坦丁回到家 却吐出一口老血 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肺癌晚期 病因是她从15岁起 每天都要抽掉30根香烟 她求医生救自己的命 但对方说 让诸多恶魔都为之胆寒的驱魔人 居然要死于癌症 多么讽刺 可康斯坦丁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更可怕的东西 她来到教堂 看到一个背后长翅膀的女人 她就是天使加百列 康斯坦丁恳求她 延长自己的寿命 这样她就能继续斩妖除魔 换取一张进入天堂的门票 但加百列说 你哪怕做再多好事 也是为了一己私欲 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仰 所以根本没资格进入天堂 而且 你当年做过的那件事 也注定会让你堕入地狱 什么事 原来 康斯坦丁从小拥有阴阳眼 能看见藏匿于人间的伴魔鬼 这带给她极大痛苦 便想要自杀 但她没死 根据天主教教义 自杀的人会被打入地狱 地狱里的那些恶魔 都是她的熟人 可想而知 这些恶魔会如何折磨她 康斯坦丁没有办法 只好走出教堂 但跪在路边咳嗽不止 一只螃蟹爬上手腕 她有点奇怪 而让她一转头 立刻被狠狠打飞 攻击她的不是人 而是一直由无数虫子组成的恶魔 真的毫无恶心 她集中生智 赶紧跑到马路中央 恶魔就被一车撞飞 康斯坦丁发觉不妙 因为这只恶魔竟敢直接跑到人间作恶 这一定预示着有大事发生 果然 当她回到家 便有个女警找上门 说她的妹妹前不久跳楼自杀 但她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恳求康斯坦丁查清真相 因为她不想看到妹妹的灵魂堕入地狱 而妹妹临死前的遗言 就是康斯坦丁 但她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 哪有心情管这些闲事 就故意把女警气走 但她很快又看到 窗外无数恶魔身影掠过 似乎是在追杀那位女警 便赶紧追了出去 康斯坦丁找到女警 靠近寻求最后一点庇护 但很快 圣母像也渐渐熄灭 在上光照耀下 无数魔鬼被烈焰吞噬 最终被焚烧殆尽 街道也渐渐恢复光明 康斯坦丁对女警说 这些魔鬼不是冲我来的 而是要杀你 为了查清真相 他们来到女警妹妹家 装满满一盆水 放在椅子前 然后抱起一只猫 因为猫能通灵 能助她穿梭阴阳之界 接着把双脚放进水中 盯着猫的双眼 房间中灯光忽明忽暗 猫的瞳孔变得诡异 一瞬间 时间停止 下个镜头 康斯坦丁来到地狱 他行走于一片火海 手里捏着个水晶球 这是能让他回到人间的钥匙 很快 他找到女警妹妹 他摘下万代 让他向康斯坦丁飞去 与此同时 恶魔们看到康斯坦丁 都凶狠地扑来 他跳起抓住万代 同时按随水晶球 在最后一刻回到人间 而他也终于确认 妹妹的确是死于自杀 而恶魔之所以追杀女警 是因为他和妹妹是双胞胎 都拥有通灵之力 同时 康斯坦丁的神父朋友 来到庭世间找到妹妹尸体 运用自己的神力 窥探他死去的秘密 可看到他手腕上的图案 就被吓得瘫坐在地 这到底代表着什么 神父跑到便利店 拼命往嘴里倒酒 想舒缓自己的恐慌 但一滴酒都倒不出 似乎有什么力量 在操控这一切 预感到自己的死亡 他在手心上刻下 自己刚刚看到的图案 然后就死了 康斯坦丁很快发现神父尸体 看到他手心上的图案 便委托另一个朋友 在地狱圣经上查询 很快 他查到这是撒旦之子 马门的独家标志 他因为不想被父亲束缚 便企图入侵人间 刚说完 他眼中就冒出苍蝇 等康斯坦丁赶到 已经被魔鬼杀死 为了找到魔鬼踪迹 女警决定用他的通灵之力 帮助康斯坦丁 终于 他找到一枚硬币 康斯坦丁一看就知道 就是他 一直在为马门做事 而此时的巴尔萨扎 正对着镜子自恋 突然看到自己面容变得扭曲 康斯坦丁泼出圣水 腐蚀恶魔的面孔 又拿出黄金纸套和圣经 要给他超度送往天堂 这对一个最大恶极的恶魔来说 可是最残酷的惩罚 原来 恶魔之子想要入侵人间 需要两件东西 一是曾刺死耶稣的凶器 命运之矛 二就是像女警和他妹妹 这样的通灵者 而妹妹之所以自杀 便是不想成为魔鬼 围获人间的工具 而她的姐姐女警 便是魔鬼的下一个目标 康斯坦丁一枪打死恶魔 一边带着女警赶紧离开 但突然 康斯坦丁一路追赶 但女警被吸向窗外 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为了从魔鬼手中抢回女警 他闯入阴阳酒吧 找到老板午夜老爹 向他借一把能够通灵的电影 康斯坦丁做上电影 喝口酒壮壮胆子 终于 他知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流浪汉走向牛群 随着他一步步逼近 两边的牛都逐一倒下死去 很快遍地尸体 他就是死神吗 不 就在几个小时前 他还在和同伴捡破烂 突然脚下一滑 地上被踩出个大洞 他伸手去掏 打开一看 这就是命运之矛 传说中刺死耶稣的凶器 流浪汉似乎被其蛊惑 瞳孔边的血红 拿着矛头走开 不理会同伴的呼叫 车子被撞成一堆废铁 流浪汉也死了 但突然他手臂上浮现出魔鬼之子的图案 紧接着一跃而起 向远处奔去 他开车驶向洛杉矶 来到一间医院 这里有许多恶魔正在聚会 而他们的最终目的 就是那个女警 康斯坦丁看到这一切 让土地备好黄金子弹 准备去灭掉这些恶魔 他们来到医院 土地先找到水箱 将十字架投进水里 就变成整箱上水 而康斯坦丁打开大门 迅速灼烧腐蚀 引得他们痛苦尖叫 瞬间没了战斗能力 康斯坦丁拿出黄金圣枪 干掉所有恶魔 但同时 女警正被流浪汉按在水里 最终灵魂被逼进地狱 等康斯坦丁赶到 发现他已被魔鬼附身 他们将女警拉出水 不断念咒驱魔 终于 他的灵魂从地狱回到人间 但他突然表情痛苦 没错 是恶魔之子摇破体而出 康斯坦丁和土地盲念咒语 最后 他再次恢复平静 但突然 土地被神秘力量抓起 在天花板上猛烈撞击 最终 死了 康斯坦丁悲愤异常 他知道魔鬼之子还没出现 那么一定有其他幕后黑手 在暗中作祟 康斯坦丁念动咒语 幕后黑手即将登场 竟然是天使加百列 原来 一直都是他在帮助魔鬼之子 让他入侵人间 因为他觉得人类犯下太多罪行 而他们只需要忏悔 就能换来上帝的原谅 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他决定惩罚人类 说着 加百列轻轻一呼 康斯坦丁就被吹到隔壁房间 眼看着加百列就要召唤魔鬼 康斯坦丁开始向上帝祈祷 但没有回应 突然 他灵机一动 拿起玻璃碎片 割断手腕动脉 接着闭上双眼 而另一边 就在加百列的命运之矛 即将落下的时候 时间突然暂停 一双砖满黑你的角落下 他就是魔鬼撒旦 原来 康斯坦丁这个驱魔人的名气 实在太大 连撒旦都听过他的大名 还说等他死的那天 自己会亲自收割他的灵魂 但康斯坦丁说 你儿子就在隔壁呢 和天使加百列混在一起 撒旦脸色突变 因为他曾和上帝打赌 看人类会偏向哪一边 但前提是 谁都不能干涉人间 否则就算你输 撒旦走进房间 果然看到加百列 他抱起女警 撒旦将儿子送回地狱 而加百列的翅膀 也被烈火烧成灰烬 他背叛了天堂 就不再得到上帝的护佑 撒旦回到康斯坦丁面前 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吧 但他说 我想用我的灵魂 换女警妹妹的灵魂 进入天堂 撒旦答应了 接着就准备拖他回地狱 可拖着拖着 撒旦就发现拖不动了 有什么力量在阻碍他 紧接着一道圣光出现 原来 他为了拯救别人灵魂 请愿让自己下地狱 恰好满足他进入天堂的条件 但撒旦怎可能认输 他将双手伸进康斯坦丁肺部 取出两坨雀黑的胶油 治好他的绝症 撒旦要让他继续活下去 因为他要证明 康斯坦丁的灵魂最终属于地狱 但无论如何 能活下来总归是件好事 而他也将香烟换成了口香糖 他决定继续担任驱魔人的责任 和撒旦此刻到底 影天最后的彩蛋 康斯坦丁去目的看望土地 而当他转身离去 身后有一双翅膀展开 回头望去 土地竟变成天使